咖啡和茶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茶是植物的叶子 咖啡呢它是植物的果实 所以这就是它们极大的不同 所以我们绝不要把咖啡和茶分为一坛 虽然它们喝了都会让我们有一种提振精神的作用 但是你要知道叶子和果实这就是本质的区别 叶子呢一般来说凡是植物的叶子呢 它都偏向于排毒的作用 大多数啊鸡大多数的肯定有例外 但是凡是植物的果实呢 它都偏向于什么补的作用 所以说凡是果实呢基本上它都是补的 所以这就是那个咖啡和茶它的不一样的 我们如果用摩卡壶来啊 像这个摩卡壶这是意大利人发明的一种壶 它是它是放在炉子上用的不插电的 那么如果你有摩卡壶来萃取咖啡的时候 你会发现呢萃取出来的咖啡上面有一层油脂 黄黄的金黄的很漂亮 这就是跟茶的不同 茶是不可能萃取出油脂的 因为茶叶是没有油的 可是咖啡它是含有很丰富的油脂的 因为它是果实 所以呢咖啡它跟茶不一样的 就在于茶是纯粹的排毒 而咖啡它是有营养的 它是有一点点除了它是沥水 促进我们身体代谢之外 它其实是有一点营养在里面的 这就是它的不一样 所以就叫果实它呢也是偏温性的 所以我们在冬天来喝它 一般夏天呢我就不怎么喝太多的 除非是到了盛夏的时候你可以喝一点 春天不怎么喝 但是冬天的时候就会多喝一点 那其实为什么我今天讲那么多咖啡 就是因为这个时间我们要喝咖啡 那你买什么样的咖啡都可以 那接下来我要讲 其实咖啡呢 所以我就讲它是有一点补的作用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喝茶是喝咖啡是这个原因